小脚踩在苏州河的岸边 涟漪里闪烁着金子的光芒 河水流淌的声音盘旋在耳迹 那是妈妈描绘的故事里的景象 大家好,我是妮妮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 奶奶经常带我来苏州河边 妮妮,我来到我最多人光 奶奶就经常带我给她省风凉 我以为我被抓我的老虎 我还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小伙伴 和他们一起玩耍 这里就是我的儿童乐园 老虎不香啊 苏河的水 喜鹊昨夜的浮华与喧香 成恋者沿河畔 迈出有力的步伐 把蓄日的霞光别在胸口上 我叫朱可卿 我喜欢天马行空 我喜欢无拘无束 我喜欢诗意的上海 特别是苏州河畔 灰白桥孔变身艺术空间 激发上海独特的活力 苏河扛着幸福的旗帜 在深情中缓缓流淌 古老建筑 冰水新城 碧波荡漾着一股疑心的震午时光 大家好 我是上海城市微旅行的导游 孙国音 各位年轻的游客伙伴们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苏州河的 静安段全长6.3公里 两年多来 我带领了千余名游客 来这里探寻时代的运痕 路 礼 楼 厂房 仓库 还有绵延不断的人流 他们的故事 共同汇聚成苏州河上的城市记忆 与人文底力 苏州河上有一个声音 有一片叶子落在河里 他要用自己的歌声召唤阳光 我见他舞动起波光灵灵 我是徐任宇 一出生就完全看不见 从小就特别喜欢到处乱没 我参加非视觉摄影兴趣小组 已经14年了 但是我的拍照技术并不好 对我来说拍照的主要目的 是让我能触摸到 平时无法触摸的事物 比如烛火 奔跑的骏马 彩虹等等 彩虹对于我来说 是一种很抽象的事物 但是把它拍摄下来 做成可触摸影像之后 我就能摸出它的形状和分层 就能对它有更具象化的了解 平时我一般不去历史文化类景点 它们对于我来说太抽象了 而苏州河畔却是我钟爱的地方 这里的防汛墙上既有可触摸的建筑图形 又有盲文描述 上海总商大楼为三层钢混结构 外墙采用清水红砖墙 地柱门窗等巴洛克装饰 让我对这些历史建筑 有了更加层次丰富的了解 感知到了苏州河上的文化诗意 也感受到浓浓的城市关怀 我还会号召身边的伙伴们一起来 我们是美爱融合人生乐团 我们是美爱融合人生乐团 再热烂烧来吧 唱出感觉还出味道 你也 我的舞台我自己建造 要让全世界看到 我的剧对我自己写好 相信自己永远是个主角 我的美丽我自己创造 出乎每个人意料 我的未来我自己照耀 每个明天把我拥抱 每个明天把我拥抱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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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